今天是今年孙老师第一次过生日 所以说 我每个月都过一次 怎么了我 演员在台上能够过一个生日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因为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 同时呢也能赚大家的钱 不是不是 省了办生日宴的钱 对了对了 说学逗唱哪一个 你哪个你都不赞 余老师教咱的时候咱们学都不错 我们都表扬了 表扬什么呀 说的表扬都是我知道吗 废话他是你亲爹 你都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说就是他像亲爹一样 那么爱护你啊 杨克强你咋能干吧你还 不是我这么说 我不说我不说了 这事都往外说 对 被您也拿会了 半天就我蒙在鼓里那 没事没事 行行 我觉得该告诉孩子了 没事 咋着呢 这是我的老搭档 我们合作了十年了 今天在这儿呢 他喜收三位高徒 作为我来讲呢 也非常的高兴 是吧 他一定呢 有一肚子子 一肚子话 想跟大家说 是吧 我们以前演出啊 就是唱完一段 鞠躬下台 对 然后主持人象征性 再把我们推上来 现在我们翻场翻得多 这点行业秘密啊 全说出来了 说出来就 没有什么 不灵了 好了好了 我让我们看完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完一段时间了 我们看完一段时间了